大家好 我是老鴨說 這裡是上海的珍如西村小區 珍如西村位於普陀區五名路附近 該小區採光家 周邊設施十分齊全 交通也十分的便利 上海地鐵15號線的梅林北路站 就在小區旁邊 珍如西村曾經是普陀區 80年代的高檔住宅區 1980年起 由是文化局 是出版局 是公安局 上海牙膏廠 珍如鎮等19個單位 在此集資新建混合結構 6層樓房52床 總建築面積14.5萬平方米 上圖、市、市文化局建造的文藝大院 有6層樓房7床 內部結構和外部造型 均由於一般住宅樓房 別置新穎 上世紀90年代的文藝大院 珍如西村建造前 這裡原為長征公社 招揚大隊的農田 和部分居民點 2層樓房 2004年4月起 珍如西村進行平改坡綜合改造 位與珍如寺保持協調的景觀 以碼頭牆房古屋頂為建築形態 對小區的環境 房屋和的配套設施進行改造 像中佐藜季 不容則啊 這裡原來自行駿 很慢 即便 這裡原來自行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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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取个快递 这个是核酸检查的小屋 现在已经废弃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PCR検查的 PCR検查的 PCR検查 谢谢观看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